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现在的人气真的很不错 我想哭唱也是时候开播了 这部剧预约量也超过了100万了 而且现在的增长速度还在加快 希望这部剧能准时播出 《南风之我意》是由李昂指导 陈毅、张雨昕、傅新博、李新泽 严孝等主演的都市治愈爱情电视剧 这部剧是根据七微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讲述了为了寻找天然药物的药物研发员 傅云生陈毅师言语 前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医学调研的 外科医生诸旧张雨昕相遇后 开启的一段相爱相杀 相互治愈的恋爱故事 《南风之我意》是陈毅张雨昕二搭的一部爱情剧 后续他们的首达是在古装剧《梦醒长安》里 而且他们两个真的是连著拍两部剧 古装剧《梦醒长安》拍摄时间是 2022年7月到2022年10月 而《南风之我意》在2022年11月就开机了 这个是真的无缝对接 而且还是主演都是陈毅和张雨昕 所以很多粉丝很是期待《南风之我意》 其他的剧他们也合作过 但是没有正在地组成CP 因为陈毅和张雨昕在古装剧《梦醒长安》里面 张雨昕最终还是没能和陈毅走到一起 他们是知己 却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很多粉丝很是一男评 因此想看《南风之我意》里张雨昕虐待陈毅 而且这部都是爱情剧里他们有甜有孽 因此应该看住很是过瘾 作为男主陈毅 最近的表现处是让大家都看到了他的实力与努力 在2022年先后播出了其主演的仙侠剧《陈香如蟹》和《陈香仲华》 这两部一播出 他和杨子这对CP让各位悠悠非常的喜欢 而且也让陈毅的人气更加的旺 此外 陈毅最近的两部古装剧《莲花楼》和《英雄志》都很受关注 也很受期待 悬疑武侠剧《莲花楼》已经杀青代播状态 这部剧由陈毅、曾顺希、肖顺瑶、陈都林、王赫润、陈毅涵等主演 而武侠历史剧《英雄志》更受关注 这部的演员阵容更加的强大 由陈毅、李毅童、王千元、郑月成、肖顺瑶等主演 而女主张玉希最近发展得也很好 话题不断 她和陈毅童一年拍的《与君歌又名梦醒》 长安已经在2021年播出了 到现在他们的爱情片《男风之我意》才有播的迹象 希望这次不是剧组为了增加这部剧的热度 希望是真心实意地开播 让苦苦等待的粉丝有个盼头 你觉得5月17日成一的《生日库场》会播出《男风之我意》吗 如果是真的那库场也有一个炒作的热点 我想这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也让我们看到了库场是有爱的 因此希望这次播出的消息是准确无误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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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